大家好 我是承轩 我是龙少华的女儿 也是她的幸福 离别真的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 我也永远学不会 周以为的日常 原来是无常 有好几天我望着爸爸的照片 抽力感很重 什么感觉都感受不到 只剩她疲累于我共存 即便我真的 真的 真的很想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承轩 我是龙少华的女儿 也是她的幸福 有点讽刺 但是 以前我不是很喜欢跟爸爸的身份绑在一起 但现在我不介意了 但同时也很遗憾 让大家占个同时 来认识我 来认识我 关注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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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愿意了 我说 你也不愿意了 有好幾天我望著爸爸的照片 抽離感很重 什麼感覺都感受不到 只剩下疲累與我共存 幾天我真的 真的很想到 爸爸是一群帥直溫暖的陽光 愛念詞中意氣 喜歡交朋友 所以這樣瘋瘋光光的場合 他一定很高興 他比我更善於表達愛 天不怕地不怕的 謝謝大家這麼敬愛他 也謝謝大家來參加最後一場 跟他一起的盛會 總覺得這種場合一直以來 都是很感傷的 但希望我們留給他 最後帶在這邊的禮物 是更多美好的祝福 配助他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幸福 我的媽媽 承受最大壓力的人 在這幾天已經用盡了他的勇敢 處理所有爸爸的後事 他總說自己天線不夠長 所以爸爸如果你聽到的話 你一定要來夢裡抱抱他 我的哥哥 是一個不善於表達情感的人 我問他有什麼話要跟爸爸說 他轟著眼眶 小小聲地跟我說 爸爸在下高雄的前一天 跟哥哥說 哥哥 要好好照顧媽媽喔 他想說奇怪 你不是十天後就回來了嗎 然後在過世前一天 爸爸身體也不太舒服 哥哥打電話要他去看醫生 他明明那幾天就要回台北了 這一次 他跟哥哥說 哥哥 那我就不回去了 好 如果你不回來的話 你就不要掛心 好好走 慢慢走 我們都在照顧媽媽 我也有好好的被愛著喔 所以就算只有一點點的影響力也好 我希望大家 可以珍惜身邊所愛的人 珍惜當下聽起來很乏味 但卻是再簡單過的事情 你永遠不知道 明天的意外 哪一個會先來 因為我才正準備要開始好好愛他 就來不及了 爸 如果你想吃多一多汁 還是你那邊馬將需要儲值的話 你過來跟我們說 一定幫你處理好 我愛你 你是我們的光 我會很想 很想你 你第一次 我會有我 你在什麼時候 你會做甚麼 有幫人嗎 你快點兒